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的开展病毒溯源 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 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 应该以世界卫生大会73.1号决议作为指引 经过充分讨论磋伤后来开展 对于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是已经开展过的 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的 我们就不应该再重复开展 而应该在成员国充分广泛磋伤的基础上 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 开展早期病例烧锁 分子流行病学 动物和中间宿主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些作业工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